回來新聞現場 正當新型冠狀病毒 籠罩之際 上千名的意大利人 在五號走上街頭 他們抗議政府規定學生要戴口罩 同時還要維持社交距離 而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高舉著國旗 還有抗議海報 上面寫著 反對學生戴口罩 根據規定 學生在校園走廊 就必須要戴上口罩 不過進了教室 就沒有強制要求 而正當全世界都在加速研發疫苗 這群群眾卻是反對 強制接種疫苗 他們認為這個是在限制個人自由 而意大利是最早遭到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侵襲的歐洲國家之一 目前累計確診是超過了27萬 另外超過三萬五千人 不幸死亡